為一配合明年運底的新列車 加拿大線位於列治民的車廠正在國建 在廠內增設四條停放列車的路軌 除此之外,訊號和電腦系統也會升級 以便加密列車班次 新引入的12列加拿大線列車 在明年下半年運底後 就會展開系統測試 預料2020年初就可以正式投入服務 新列車設計和現時列車有98.5%相同 所以外觀和車廂環境將會差不多 運輸聯繫說 新列車頭入服務後 繁忙時間班次會顯著加密 相信能輸滿擠迫情況 新訂購的12列加拿大線列車 耗資8,800萬 而有關車廠改善工程 大約耗資2,350萬 加拿大線去年載客人次達到4,600萬 而平日的載客人次大約是14萬人 加拿大中文聯台機制一聲 月航報道 超級初級現時 超級初級現時 大約是一種擁有的 足夾 18萬 積出 的 超級初級現時 回大鉄 超級初級 感谢观看